他们把耶稣带到一个地方 叫哥哥他 在那里 他们拿苦胆调制的酒给耶稣喝 但是耶稣不喝 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又抽签把他的衣服翻了 早上九点钟的时候 他们把耶稣钉十字架 他的罪状牌上写着 犹太人的王 同时他们又把两个强盗 跟耶稣一起钉十字架 一个在他右边 一个在他左边 从那里经过的人嘲笑耶稣 摇着头说 哼 你这要拆毁圣殿 三天内把它重建起来的 可以救自己吧 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 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 祭司长和经学教师 也同样讥笑他 说他救了别人 却不能救自己 他说自己是上帝的儿子 那现在从十字架上下来 让我们看看 我们就相信 跟耶稣同定十字架的人 也同样讥笑他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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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 感谢观看